今集健康解密開始 今天我們請到提取物專家Tony 上來接受訪問 Tony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 我是Tony X-Wong Tony就是Tony 不要X-Wong Tony就是Tony 再來一個 今集健康解密開始 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提取物專家Tony 來介紹提取物的用法和原理 我小時候Tony 吃開這個提取物 大概一兩年 為什麼我會認識這個提取物呢 當時我本身有些敏感的問題 我自己本身吃了很多靈芝包子 以為這些東西很好 叫我提升免疫系統 為什麼我吃了只有一段時間 我就發燒 糟了 我以為整隻包子是好東西 整天賣廣告 是啊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經常信廣告 不知道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我聽人說 聽廣告說 就沒有了這個分析 因為資料來源 我們就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經常信 信了之後 就糟糕了 就糟糕了 那後來呢 就生蛇 生蛇呢 那出了那個疹 之後呢 那隻手呢 就震了 是吧 即康復之後那隻手震了 不知道怎麼處理 後來呢 我聽到人說 原來有些叫植物提醇 就可以調理自己身體的 就幫助自己身體的 那變成了 我就開始去研究 這個植物提醇 還是怎樣 因為我本身是做一個醫護的 我見到很多人 就說 一輩子就是吃藥的 那我看到那個情況就是 那些藥物呢 根本就好像沒有什麼幫助它 只是說 維持它不死得 維持它的表證是正常的情況 但是這些全部呢 是由藥物控制來的 但是我當時想想 如果有些 我的身體就說 如果我吃了一些元素 下去的身體 會不會說 食物會補充回改善身體功能呢 後來呢 我就查考過 當時呢 我又有一個叫做腸的問題 我看過西醫 西醫叫我呢 就整個縮臉都爛了 那變成了 我就是說 那時候 他就叫我吃紫柯軟 那我看西中醫那時候呢 他就說 他就說 沒有辦法醫好 這十幾年間 我都困擾了 後來呢 我吃了一個 人人介紹的 叫做洋蔥素 洋蔥素 洋蔥素 那我就這樣吃 一個洋蔥都可以嗎 不行的 因為洋蔥本身 它有 一個 一個水果 和一個提出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 這個洋蔥 本身有洋蔥素 有水分 有青梅素 但是我只是想用它那個提醇 就是洋蔥素 裡面的洋蔥素 那個提取物 才能幫到我 如果我吃那個時候 如果 你當是藥這樣 就是這個概念 你吃 如果我吃500mg 如果一個洋蔥素 就是那20mg的提醇 有洋蔥素的話 那我便要吃25個那個洋蔥 那我吃到我的肚子都脹了 所以我 所以 你沒有可能 用到食物這個概念 去治療自己 後來我知道 原來有這個 洋蔥素 我吃了之後 提取物 提取物 是的 幫助自己改善了 事實上 真的 現在正常了很多 即是有時候 我逛逛街 那條腸突然之間 痛 痛了之後 馬上要去廁所 和一些粟皮爛 水 那這些是敏感來的 是的 是敏感來的 這些都是其中一種敏感的徵象 但是我都不知道怎樣處理 後來我就 就不停地 看書上網 拿資料 慢慢就明白到這個提取物 其實都是有醫療部報告去介紹的 因為我本身其實都濕疹得很厲害 就是經常都癢得很厲害 那其實有什麼辦法 治療這些濕疹呢 Tony 是啊 當時我都是不知道的 後來我經過查考之後 原來有些提取物 是原素 是可以幫助自己的 那我發覺原來 這些敏感 就分為三類的 要是有食物引起 要是非物質的引起 要是非物質的引起 還有這兩大類 都會令到自己敏感 那時候我有吃蝦 那時候吃蝦 就是會發物的 不知道為什麼 要封爛 沒錯 原來這些是物質的引起 有食物引起 藥物引起 還有被咳 它都會敏氣 就是花粉那些都會引起 所以這些就叫物質引起 後來我知道原來 原來我們敏感是有兩大的 原來我們的免疫系統 是有兩大類的 有一型和二型的 我初一 我都不知道 原來我們的系統 是有這麼多種 有這麼多種 有這麼多型的 後來我就知道 原來我當時吃那些靈芝包子 它會不停提升我二型的敏感 反應在那裡 所以我就經常出診 原來吃靈芝包子 會有這麼大的副作用 所以 你是贊不贊成別人吃靈芝包子 現在他們說 不應該吃 因為它會令到你不停 就會敏感 它會提升你第二型的免疫系統 就是說 什麼叫敏感呢 就是說它本身 皮膚有很多 叫做鑄手免疫的細胞 在皮膚那裡 如果它遇到一型的反應 如果它遇到一件事 它就馬上派出那些細胞 吃了它 就解決了問題 什麼叫做一型反應 二型反應的不同 它突然之間 看到一大堆的物質過來 它不懂怎樣處理 變成皮膚 那個淋巴細胞 因為它的抗體 就是 叫肥大細胞出來 分泌組織痕 因為組織痕 目的就是 舒緩了皮膚的微酸管 立即 將細胞出來 處理這些大量物質 但是後遺症是怎樣呢 就有 腫痕 腫痕 為什麼會有呢 因為它會 它會 因為它 因為它 那這些症狀 是否其實呢 紅斑狼瘡 或者濕疹 牛皮膳 或者銀癡病 都是這類型來的 是不是屬於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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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了 怎樣處理 當時我吃了一些食物 我怎樣處理 後來我就知道 一個叫做螺旋組提取物 就可以將這個異形的反應 降低了 即是訓練了這個免疫系統 一遇了食物之後 你不要再用這個反應 用一來的反應 就是螺旋組的提取物 本身就可以將這些問題減少 因為螺旋組提取物 叫spirin 可以將這種元素 可以將這個 RLC2 反應降低了 但是你要 Clarify 一個Point 就是說 螺旋組提取物 spirin 跟螺旋組的分別是什麼 螺旋組就是 那個元素在 它可以處理 它是一個負的物質 可以處理 如果你是吃了這個螺旋組 那這個物質 它本身可以處理 正電的重金屬 即是螺旋組可以吸重金屬 是的 那個元素就是 不單止是這樣 它還可以就是 那螺旋組可以吸重金屬 我想現在原水事件 還有現在螺旋 異惡英 就很有幫助 現在那個人說 食油又異惡英 空氣又 有PM2.5 就是螺旋組 就可以吸重金屬 是的 現在都可以說 透過這個方法 就可以排走 這麼好的 那麼螺旋組提取物 那麼好的東西 其實你就是 贊不贊成人家 吃多一點點 吃什麼都因人而異的 那麼你看 有症狀要吃多一點點 是的 沒錯 但是這個 你除了之後 它都還有其他的好處 哦 其他好處 是的 它本身可以在血管硬化 因為原來這個螺旋組 它就是Omega3的元素 來源的原材料 原材料 其實不要經常吃深海魚丸 只應該是吃螺旋組和水物 沒錯 沒錯 為什麼呢 因為螺旋組 這些 螺旋組 這種物質 提取物 是本身買不到錢的 不是很貴的東西 所以商人 為了要買高些價錢 他們會買 什麼深海魚油丸 這些可以賣到 可以去公開這種產品 原來真正最好的原材料 就是這個螺旋組 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Omega3 可以中環了 已經是油雷機 防止血管的平滑機是增生的 令到血管不會硬化 是很好的 原來它本身是植物的氨基酸 有20種人體 必須氨基酸 所以現在我們都走漏眼 原來這個螺旋組 對身體來說真是很好的 現在你介紹了洋蔥菜和螺旋組 還有什麼對敏感也是有效的呢 還有蘋果果膠 因為蘋果果膠 但是你說吃了蘋果果膠 放屁很臭 因為蘋果果膠 它本身 已經下了大腸 產生了丁酸炎 其實它方便大腸 去排便 而且它本身 如果可以上腦 因為我們腦 有60%是腥形細胞 有60%它產生了丁酸炎 所以它會幫助它補充這個腥形細胞 所以它對腦也好 對你的大腸也好 還有它吃這個有好處 它睡覺得很好 它很平靜 所以有時候 在我自己醫生 看到在軟石 人們吃了很多精神科藥物 可以用到蘋果果膠 可以脫掉這些藥物 可以脫掉這些藥物 可以減掉你的頭痛 所以蘋果果膠是很好的 對於敏感也是很好的 之後還有一種提倡物 就是這個叫做 蘇米森素 蘇米森素和綠茶素 綠茶素 綠茶素 如果高級是EGCG 應該是吃EGCG好一點 其實也是一樣 那個是學名 通俗名 通常他們都是 如果你叫EGCG 沒有人認識的 所以他那個人翻譯的時候 不如叫它綠茶 因為它是由綠茶的提煉出來 所以變成這樣 不如用這個名字 大家都容易知道是什麼 究竟你要什麼元素 大家認識 那樣東西 容易接受這個問題 綠茶素和熟米森素 有什麼幫助 這些由本身可以令到 首先我們要了解敏感 如何處理 如果是物質影響 螺旋組 可以說是L12型的反應 例如食物或藥物反應 你鼻敏感也是可以的 貓喘那些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因為本身是 最近是不是有個人重症肌無力 吃了這個 好像有多有反應 這是另一個概念 這個就是免疫包容 是自體免疫的問題 不是這個敏感問題 是兩個概念 如果是自體免疫 其實因為他的免疫包容 因為他是免疫包容的問題 因為他本身 因為不知為什麼 那個免疫系統 是自己打自己 其實這個觀念 其實很多時候 就以為免疫系統 是打的地方 其實是錯的 如果跟我們拿去之後 原來免疫系統一出錯 是打了全身體 這麼大的事 所以打到哪裡 傷到哪裡 好像我以前 我有一個叫做 鬼剃頭 為什麼你有這麼多病 你這個人 是不是做得 你本身 每個人都是 香港這個環境 就是很容易 即是無論食物也好 空氣也好 你自己的壓力也好 都會影響你的免疫系統的平衡 那你又不能去 有些東西 去幫你平衡到你自己 九二九千 你的免疫系統 就作出反應 那時候 我有鬼剃頭 我當時不知道 什麼叫鬼剃頭 就是突然之 那個頭 就不能剃的 即是那個頭髮 不能剃的 當時那個時候 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的頭髮 不能剃的 要是有兩大類 要是先天性 你有問題 要是突發 要是後天性 要是你有細菌感染 要是你受了撞擊傷了 或者你本身的免疫系統出了問題 我當時想 就讀一下 原來 我應該沒有選 我先天性 我一向都有頭髮 我家裡有頭髮 那我讀一下 就知道原來 真的出了問題免疫系統 那你剛才說的 五種成份 即是都是 醫敏感和自身免疫的問題 那我想問 其實他還可以吃什麼敏感 哪類型的敏感 還是所有敏感都可以吃呢 視乎你敏夠的 那個 因為敏感的分別 有物質和非物質 其實你那五種成份 是否已經可以治療 非物質和物質呢 應該這樣說 如果非物質 我們就用洋蔥種物綠茶素 那就可以了 那目的呢 為什麼呢 它令到這個 你不可以做到組織案 就有影響 出色 譬如我好像有風冷冷 這些都是非物質的影響 那整身為什麼出到呢 因為有些壓力 那時候 或者吹風 會令到那個組織案 突然分泌態度 巨小細胞 整個同一聲 就紅了 或者天氣 譬如我進去冷氣房間那裏 它不是說 你自己有什麼細菌 有物質影響 是這個溫度改變 現在都沒得空 了你了 突然間有個客席嘉賓大飛 就已經入到來 狠狠說了幾句話 在裏面說了一句話 好 再來 再來 好 繼續說 繼續說 健康解決 現在這五種成份 既然醫了這麼多敏感 其實 Tony 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介紹我們的網友 怎樣吃 是會最有效呢 首先我 都要再簡單一次 就是 但是那些網友 你現在這麼學術 那些網友其實都不明白 我覺得 那些網友 例如我當我皮膚敏感 你就告訴我 是不是吃了就會有效 你看看是什麼刺激 你是物質刺激 還是非物質刺激 如果你是溫度改變 或者我突然間說 就是封疹 那些是非物質 如果非物質來說 你要用兩種元素 一是洋蔥素 一是綠茶素 但如果你有物質上 譬如你是因為吃東西的 或者因為藥物引起的 或者是有型的物質 你引起的 不知道你吃什麼 那你處理的又不同了 變相來說 你用到螺旋組的數 是螺旋組的spirin 不是螺旋組 要分清楚這個 就是螺旋組的提取物 沒錯 那個spirin 如果只是螺旋組 不是這樣 我最初搞錯了 應該很多人都搞錯了 是啊 沒錯 因為螺旋組很便宜 螺旋組提取物 就貴很多倍 當然 但最重要是效果好不好 是否針對問題 針對問題就能處理得到 變相來說 第三個就是自體免疫的問題 自體免疫 你用到一個平革國家 縮在深度 提高免疫的包容 即是說如果這五種成分混合 其實都差不多 所有的都差不多 敏感都可以 都幾有效 會不會這樣 通連 那其實呢 就有沒有效 看你吃的份量 和你的提取物的純度 所以 如果你找到一個產品 真的純度有98% 即是越純越好 那你 提取物本身越純 就是幾何級數上的價錢 是啊 所以你就要到處找 那我現在手上 找到幾好的產品 幾好的元素 在那裡 變相來說 可以 因為其實敏感 這件事 是不能斷尾的 我們不是消滅了那個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 原本就是對付外敵 但現在問題就是 現在那個免疫系統 亂了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打自己 所以產生了很多問題 所以變相來說 現在我們怎樣去平衡那個系統 不是消滅系統 所以你去平衡了之後 看你吃多少 時間多久 還有怎樣吃法 所以你看看你那個提訊 是哪種提訊 還有粉狀 片狀 是膠狼狀 那你才是怎樣去吸收 那粉狀片狀膠狼狀 有什麼分別呢 Tony 粉狀 就很 看粉狀 好處就是說 如果我 根據我醫生的指引 可以直接落到的位置 即時是 如果空腹 即時是吸收得到 很快 即是吃提腸法要空腹的 沒錯 變得很快 不好處 是很難吞的 還有它的味道 譬如好像丁酥 丁香醇 那樣很難 那種味道很難 所以你 我吃這些芝士 即是綠茶素 有些是 所以你吃這些粉 那種粉 即是 那種 食材 吃下去 你能不能順先 那種味道 好像吃泥一樣 哇 辛苦到死 那種味 你能不能順先 第二就是它不方便 你沒有要吞得到下去 我試過就是 食杏醋醋 吃下去吃 它不是溶於水 變成你食杏醋 放了 就落不到胃 在喉嚨那裏 所以變成了 它的副作用 它的不好處是 而且它很容易 那種粉 潮濕 一塊塊 我差不多每一次 好像用鎚打爛它 才能吃到 吃到一點 很不方便 它又不放得來 變成了 所以變成了 我整天都覺得 哎呀 就算好東西在手 都很難去吃下去 吸收 那如果 片劑呢 片劑呢 我見大部份提取物 現在都是片劑的 本身都是 是啊 不是片劑 是大部份提取物 是膠囊 大部份都是的 就算很多都是膠囊 是啊 其實膠囊 有時候 說真的 如果是藥物的層面 它有個時間延遲 所以吃了它 空腹症了之後 你不知道胃酸 既然出來 一出來之後 會不會拿死 那個元素 那個養分 如果拿死了 就變得沒用 還有你不知道 現在那個時候 去了多少 所以第二個方面 就是說 現在我們吃開的 它很有趣的 譬如我吃火瓜掃 這樣 它是500mg 下面還有那些 填充物 不知道什麼東西 變了來說 原來這個 一分鐘 原來 原來 就是說 你見到之後 你不知道 會吃到多少落土 所以其實這些軟裝 比如我吃500mg 不知道 我究竟吃幾顆 我不知道 所以變成 如果我吃了500mg 提取物 我不知道 我要計算 所以變成 有個風險 你不知道吃多少東西 還有你不知道 會不會給 在胃 放了多久 如果放了很久 胃酸一出來 它會死洗完 你都不贊成軟劑 基本上 就是這個 膠囊 膠囊 那片劑有什麼好處呢 片劑就是 第一 它真是容易吃 還有 究竟很難吃的 提取物 它一吞吞下去 變了來說 就是 在片劑 容易吃 譬如我很福 我吃 我一拍下去 我立刻 十秒鐘 我就喝水 我立刻可以上班 它很容易 它很容易 收藏 可以放進袋裡 幾顆 它有好處 就可以計算到數 有時候 譬如我這個提取物 我當你是500mg 譬如有五樣東西 100mg 如果我吃500mg 那就吃5 所以有時候 你看回那個產品 即是說 提取物本身 Tony你認為 純度高 和夠大顆都很重要 基本上都是 即是成份高 即是純度高 分量要抓你才會覺得 是比較重要 當然 各位觀眾 今集的健康解密都差不多 我想問 如果大家有什麼奇難集症的問題 就可以在Facebook樓下 留下 留下 Tony就會盡量和大家解答 謝謝你 拜拜 我是Tony 就是剛才討論過的事情 今天我們作了一個總結 如果剛才 每一個產品 都有它的產品說明 我們介紹一下敏迪的產品 它就有剛才那種五種連送 去處理敏感問題 這五個問題 都是有醫學的報告的 是www.pubmed.gov 按照我們研究報告去看到 它用了敏迪的產品 可以處理三種問題 第一 物質引起的敏感 這個螺旋組提取物 就可以降低了IL-4二型的反應 譬如食物、藥物、鼻敏感 有物質性引起就可以處理 其次另一種敏感 就是非物質引起 非物質引起 非物質引起 就像風疹、天氣、氣溫改變 我們用了洋蔥素和綠茶素 這兩種元素 是處理這個問題的 目的就是 不可以補充組織安 所以變成有效 改善紅腫痛的問題 其次最重要 就是自體免力處理的問題 自己打自己 我們用到蘋果果膠 和粟米森素 這兩種元素 是協同效應的 目的就是提供 I-E-O免疫的包容 即是告訴免疫學生 你收兵了 不要再打自己了 這五種元素 是很有效地處理 敏感和自體免疫 證明了 這個敏滴 其中有一個功能 就是產品全面 是處理敏感 那吃的份量是怎樣呢 就是因人而異的 可以吃 如果你沒什麼事 一至五粒 一百至五百個mg就可以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吃一千的mg 再有問題 你就因人而異吃二千mg 但在吃之前 要看什麼時間 最好就是空腹的時間 即是每一餐之前可以吃的 最好是早上 為什麼呢 這些元素 空腹食 就儘快吸收 所以吸收率是最高的 如果等到你吃東西 或者有胃酸到 這些提取物 就很容易被胃酸打死了 沒有效果 所以我們通常 就是在這個 康復的時間吃 每個人的敏感程度 因人而異 吃了之後 我們怎樣去評估到自己的反應效果 其實有兩個方法 一是做個醫療報告 就是驗身 抽血 看一下報告 如果不是 第二種方法 是自己生活的 身體的反應是怎樣 你吃了一排之後 你究竟有什麼反應呢 譬如你是食物方面的 比如吃蝦敏感的 現在是吃不吃到蝦呢 譬如吃到蝦了 譬如好像我這樣 吃了四隻蝦就沒事的 多於四隻蝦就敏感的 你評估一下 其實呢 敏感一樣 都是跟你的量有關係的 所以你吃多少呢 就會有一個反應到的 其次是非蝦質的效果 譬如我入了冷氣房 一進去就立即流鼻水 打癡了 差不多幾分鐘幾個字 都是流鼻水的 但如果吃了蘋果之後 我一分鐘 雖然我都有一個敏感反應 我不用一分鐘 我收了鼻水 止咳了 所以證明了 你看一下吃了之後 你要敏感做 你的敏感程度去到哪裏 那你評估一下自己 最後呢 為什麼我們要選這個提取蜜 這個敏迪呢 因為它本身 那個提取蜜的純度很高 有99% 坦白說市面上 都幾難找到這麼高的提取蜜的純度 還有呢 它本身呢 就是說容易吃的片莊 它真的 譬如我上班的時候 扔幾顆就可以了 立即走得了 或者你忍著有需要的時候 做個打底 譬如我 我吃蝦 有些餐飯吃蝦 我之前可以吃 康福吃了幾顆先 希望減低這個敏感反應 這樣 但是我吃這些產品 目的都是平衡到自己的免疫系統 不要受到這個自己的免疫系統 對方自己的 即是會有 即是你生活上 希望不要有一個 紅腫痛的影響 即是 譬如你很煩的 一塊疤 就吃腫了 這樣 就希望呢 透過那個平衡 就提 吃對身體的平衡 這樣取出一個效果 但是這些呢 這些不會斷尾的 因為敏感 真是 周圍都會是 就是取出一個平衡而已 所以變了來說 如果我吃了這個產品 敏迪的產品 這個效果是有這個效果的 很多謝大家